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开设第一个海外分校 预计2024年竣工 当地民众担心中共势力入侵 威胁国家安全而强力反弹 数以千计的民众星期六继续上街示威 要求政府取消这项教育计划 不过官方认为复旦大学的存在 意味着国人有机会向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学习取经 匈牙利政府和上海复旦大学今年4月签署协议 将在布达佩斯建立可容纳6000名学生的分校 占地50万平方米 预计2024年竣工 结果引起民间强烈反弹 当地人对匈牙利外交从西方倒向东方 以及国家对中国负债飙升感到不安 连续几个月来不停上街游行 反对中共势力入侵 直接把布达佩斯几条街道改名城 达来拉曼路 光复香港路 维吾尔烈士路等等 他指出让复旦大学设立分校 等于违背匈牙利人民30年前 脱弃共产独裁证券的价值观 不过官方强调 世界排名前段的复旦大学 将能提高匈牙利的学术品质和竞争力 分析认为 复旦大学确实是全球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可以让匈牙利在技术等领域取得进步 但是复旦大学的声誉和财力 将吸引当地顶尖的教授和学生转校 进而削弱匈牙利其他大学的竞争力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